所以问约 马明菩萨就假借有人问啊 他就讲 若如是异者诸众生等 如何神圣而能得入 他如果像您讲的这个样子 离言说相 离明子相 离心源相 连动念都不可以 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这些的凡夫 要怎么样随顺 要随顺就是我如何做 才能够正入到 这个真如的这个 离法界里面 这也不就是我们的 最大的一个困惑吗 所有这些都要离开 那我要怎么正入呢 所以马明菩萨讲 若知一切法 虽说无有能说可说 重点在这里 虽念亦无能念可念 世明随顺 这个念就是意念的意思 如果我们时间足 或者以后再想 可能把一些白法明文论的 一些专有名词也放进来 可是这样一连下来 这个补充 那个补充 到后面 我看这部经 大概就刚好讲到六个月 那是因为有道卿 听录音带跟会卷 他有些名相不是很清楚 那后学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平常在道学上面 大家用功的生前不一样 如果能够补充会更好 我们是只要时间允许都无所谓了 反正佛菩萨的东西 他没有专利权 随便我们取用 所以能念的念 就是意念的意思 虽念亦无能念可念 世明随顺 离开能根索 就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去正如真如的唯一的法门 若离于念 名为得入 这个离于念 就是离开了能索之念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能索 这个就攸关我们凡夫地修 然后到所谓的登地菩萨 破阿赖也里面的能根索 他的层次不一样 我们凡夫地就在破能索 我们现在的能索 能是依什么起 一四大甲合之体 这是我的衣服 这是我站的位置 今天是我讲课 锁是什么 衣服是我所有之物 讲的内容是我所说的 这是凡夫的一个执着 然后二圣的人 阿罗汉的果位 七柱正入容 他离开了凡夫地的能根索 可是阿赖也里面的 见分相分没有去 那个见分是能 那个相分是索 所以他正的叫做有余涅槃 不是究竟圆满 所以他没有开道种制 他就没有办法像佛祖一样 可以随意地去度化众生 可以投众生之所好 所以能说是能取之心 能取之心在内 所说就是外面的一个静 那刚刚讲的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静就是像 像是虚妄的 你所取的东西在哪里 它只是短暂存在你的前面 缘起假有 最后的结果 是必尽空一无所得 所以怀抱着为你所有 你就被他给困死掉 所以我们讲一句残酷的现实 没有结婚的说 哎呀我无儿无女 无家庭 那我请问我们在座结婚的 你的儿你的女 你的家在哪里 一口气不来 啥你也带不走 下一辈子能不能够 黄泉路上相遇都不见得 圆尽了 路就走到尽头 那所有现在的摊植的东西 跟那个完全没有的 结果不就是一样吗 时间上存留的时间而已 长短而已 可是看不破的人 没有就念之再之 那有的人呢 就被那个静 搅得晕头巴塑 忘掉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在哪里 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段经文 也就是破能锁 其实十七分以后都在破能锁 他说 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极为伴佛 不能结我所说故 说法者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是不是离开能锁 佛要离开能锁 等觉才能够真正把阿赖爷的 三系像里面的后二像给拿掉 才能够灭再灭一品身像无名 才阵入到佛的一个境界 确是我们在解的时候说 佛有能说可说 那不是把佛当成凡夫帝 或是二圣行者来看淡吗 这个叫做棒佛 把佛的位置给压毙了 《金刚经》还有 他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吉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秒后学打错了 离开一切像 妙行无助 一切善法才真正的从真如出来 从真如出来 趁信立人之心 那个叫做无量功德 但凡有一个我像 那个都叫做福报 趁信信无形无相 信与道弥漫了六合 道在哪里 信在哪里 我们的真的是趁信了 跟真如何了 道无所不在 我们立人的用 也就无所不在了 那才叫做无量功德 所以《金刚经》这一段 也就是叫我们离开能耕所 后面讲 莫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度众生 他说虚不提 莫做事念何以故 他说 时无有众生如来度者 有如来度者 内能度的就是如来自己 外所度的 就是那些云云众生 有没有能耕所 有啊 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要的是有能有所 那修行有能有所 他比凡夫高一点 也没有干净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若有众生如来度者 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相 这些都是破能所 那能所为什么这么严肃呢 为什么要把它除掉 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佛法上讲 能取所取是分别心 能所所说 能取所取 能源所源 能度所度 都是一个分别心的一个作用 分别心来自于世心 我们要转世承治 就是要离开分别的一个对待 所以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分别心 离开了能所的对应的时候 无分别制现起 无分别制就是平等心啊 所以常谈无分别制 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空会 离开能所 这就是我们心经在后面有讲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就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这段话叫做离开了 这些分别 这个叫做出世间的一个智慧啊 等觉菩萨 破了所谓的转世的第二系像 它就正无分别制 等觉就正 但是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还没破 所以等觉才破 我们后面解说三系六出的时候 会让各位前线更清楚啊 那无分别制 是一切智慧的一个根本 也就是我们说的根本制 所以我根本制不开 各位前线 你要往哪里去成全别人 你根本没有能力啊 所以各教圣人 都把明明德 摆在第一位 内圣摆在第一位 然后才有后面外王的功夫 一经讲了 缘恨立真 天道具足 但是落到后天的时候 在我们云云众生里面 我们要先立真而后能后 才能够缘恨 缘恨就是外王 你外王的功夫 通达无碍了 你外王要通达无碍 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他的前提是你的立真要做得好 立真就是内圣 我要改习性 我要画秉性 习性秉性化了 佛家讲 叫做分别制 叫什么 就现前了 空会现前 空会现前代表根本制现前 依根本制 我们才能够起后德制 后德制就是道种制 也就是佛门讲的 关机斗教 儒家讲 因才施教 我们凡夫讲的比较粗鲁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所以我们自己里面 整一段好后 都不会改变 你说你在办道 你办的是哪一个道 后德讲过无数次 跟各位前贤讲 活活恩师就讲 你没有修道 你办的都不是道 你做的是社会慈善事业 那你还有什么洋洋自得的 原来我们得了珍贵的三宝 可是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做 我们所有的一切修养 也无非就是世间福 那些造桥铺路人做的 比我们还多 我们也不过就是 少了这么一间佛堂 煮了这几顿饭 讲了这几堂课 我们的爱还没有那么广大的推广出去 现在理解到我们技工老师讲的吗 你没有修道 你办的不是道 我自己的无名未灭 你根本开不了道种子 所以佛在讲 理有动物势必见修啊 这个道理我们明白 但是在修行的过程是不可以辣等的 你一定是一层一层往上修的 不会因为我一贯道地只叠了三宝 我明天大家都成佛了 时候都成佛 理事让你先明白了 最终你的入手功夫还是一步一步的 先破除对于世间一切有向的执着 现象的东西我不沾染了 我还能够把我阿赖爷里面的那个东西 也把它净化掉 因为没有里面的那个种子 就没有后天的这些染污嘛 可是最起码先把欲界天的贪爱拿掉了 我才有能力离开这个地球强大的吸引力啊 要飘飘在天堂 两个手这个地球村的东西 我没有一样放下 是非恩怨人我分别 抓得满满的 你飞得起来吗 后学早期刚学到 讲几句怪异乱神的话 曾经做过很多次的梦 刚开始学到道心太美 梦到自己有没有 在山谷里面在奔腾 视作为漆黑一片 风火连绵 你看得出来到处都是 伸手不见五指 可是旁边七点喊叫声很大 人烟吵杂 然后万马奔腾的声音 看不清楚方向一直往前走 然后从虚空里面就垂下一根彩带 我仰头一看 一个仙女在天上飞着 那个彩带迅速就把那个腰缠住了 他拉我 他一面拉我有没有 我一面跑他拉不起来我 可是总是减轻了我自己一些负担 然后我顺着他飞的方向 我就一直往前跑 旁边的都是那种吵杂的声音 就是那种所谓的水深火热的哀嚎声 我当年刚求到没有多久 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反反复复无数次在梦境出现 后来一头钻研到经典里面 略为收敛自己 我讲这一段不是要跟大家去神话 我是要各位前前找出你的出发心 我们每一个人刚进道场的时候 真的没有分别性 因为我们就是对于前辈者的那种 牺牲奉献的精神 他爱我们跟爱他自己的人一样 我们被他感动了 我们学他的样子了 所以我们也用那个真心在爱人 那是道性最猛的时候 可是曾几何时啊 那个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深 离开了世间的这个 所谓的花花世界 又在道场里面弄出了另外一个 繁复的世界 那个忍我的隔离有庙 开始忍我的那种争斗啊 又来了 我一路走修行看了三十年了 我的感叹就是 我假如不净化我自己 其实我没有离开凡复地 我不要在道场里面去找净土 不要怪道场不安宁 不安宁的是自己啊 你要从别人的身上找到安宁 找到干净 即便别人干净了 我不干净 我也感受不到干净的一个喜悦 就关键在自己 有了那个觉悟以后 眼睛开始慢慢不看外面 然后梦境又出来 开始飞 可是飞不高 草地上有那个草 就飞在那个草王上面 一下稍微高点 一下又掉到草丛里面 肚皮就要贴着那个什么 贴着那个地表在走 真的很怕那个肚皮给磨破了 想飞飞不起来啊 那段时间是我最精进的时候 我早也诵经 晚也诵经 那是从心里面 乐到外面来 看任何人真的都是真心对应 我看不到人家的坏 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 心入历程 那照理讲 不是应该越来越高深吗 现在应该佛眼看世界 处处都是光明 可是一个不留神 毕竟在凡夫地 那个袭染太重了 他又打回原形 然后在极度精进之后 有一天出现一个梦境 他不禁不是在草地上飞了 这台千公里迅速的移出去 速度好快 一瞬间就看到了台北市 看到了什么 其他的国度啊 就一瞬间 吓死自己了 一下有没有就醒过来 因为怕出去都回不来 曾经有这样子的 这样的历程代表什么 代表心性 你愿意精进 他是会往上提升 但是奈何自己 在道场行走一段时间有没有 好的东西渐渐忘掉了 又把人家的一些破铜烂铁有没有 拿回家里面了 我的感慨在这里 所以师真师母讲过 学到藏宝出发心 成道有余啊 我们是可以成道的 把当初进道场的 那个无分别心拿出来 一天一个小时 师母说保证你成道 师母说的 不成道回去找他 他的虚文这样说 当然找他 我是把他的声音作为宣扬 你一天一个小时做 会不会习惯成自然 自然就是道 所以不断的研读要问自己 我的境界为什么没有与日俱生 我还有沉沦的时候 我看现在大概连草我都飞不起来了 现在已经在水深火热里面 再不赶快的去悬崖勒马 索心圆勒意马 将来顶多沾了天恩寺头到外院里面当一个闭灯 可是因为意念不清静 去到那边很快我又下来 因为修道很简单 你的心不清静 你想下来 随你的意思 你就下来吧 就掉到樊城了 所以有根本志才能够起后德志 有后德志以后人妙 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关机斗教 所以先正入真如开无分别制 再以无分别制为基础 我们去因应众生不同的需求 我们去方便引导他 所以能根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分别心 那这一路走过来 你要正入到无分别制 从凡夫地起修 一直到等觉正无分别制 或者到庙觉成佛 各位前显 你没有离开文师修三会 等觉还要听道理吗 等觉也听 当地以上的菩萨 佛视线圆满报生 当地的菩萨分为实地 每一地证悟的境界不一样 他能够感受到佛的圆满的报生 也不一样 所以佛是一个样 可是你自己的无名 会让我们看不到佛的一个什么 一个真实的全貌 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假如不是虚妄 你跟我看的不都是应该一模一样吗 这个佛堂也虚妄吗 他如果是真实的 我们看到都应该一样 有人进来 哎呀这个佛堂没有人 好冷清哦 原来这个佛堂好热闹 跟他蔡奇亚 他如果是真实的 我们接受到的声音 不是应该是一吗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样子 心啊 心不一样 外面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一路从凡夫起修 到成佛 各位前线没有离开文思学 多文为入道之本 有多文才能够开始觉制 开始觉然后回观返照 照见我们的真如 看到我现在的行为 跟我的真如有多大的距离 我去做一个调整 一路修行都是如此 到本觉也没有离开 只是不同的位置 他破的无名不一样 粗跟细而已 我们现在先把粗的给扫掉 细的到了那个境界有没有 我们自然智慧就衍生出来 所以真的谈文思修三会 谈到这一点就是 我们讲的 有一个会在后面 那个叫做空会 空会是离开能所的分别 我们现在都没有离开 都没有开文思修三会 我们在做文思修的工作 但是没有开出来文思修三会 因为我们有分别 我曾经听一位讲师 跟几位道卿讲 为事你们听过了吗 为事你们懂吗 你懂不懂啊 做一贯道弟子 你不知道为事吗 各位清闲 你听出了什么 狂傲啊 我懂你们不懂 我走过那边 我也没有多听 不好听的话 我现在选择离开 可是接收的人 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来找我 我就笑一笑 哎呀他懂就问他就好了吗 这样他给你解说就好了 所以有会吗 有文会吗 那个会是空会 离开能离开所 没有我 没有为我所 当我们读的越多 做的越多 我们反而觉得 指高气扬 不可一世了 那个都是凡夫的一个作为啊 所以才讲 饱满的稻税是低垂的 低垂不是腰拖下来 低垂是我的心的一个进化 他无我了 我是透过研究道理 才明白了这些东西 我把我懂得跟人家分享就好 我也是从不懂到慢慢的摸索 有一点点的懂 别人也是这样子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那如果以我们这种学习的一个态度 那到佛走路的时候 那不就是惊动三千大千世界吗 还有人比他懂得更多吗 所以一个不留神 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掉到陷阱里面 而不自觉啊 所以真的谈文师修三会 跟我们现在凡夫所谓的文师修 各位前进 因为没有离开能锁之心啊 所有的学习 所有的付出帮办 都在增加我们的那个私货 私货就是贪嗔吃慢一样 回想一下 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曾经也在无意当中 掉到这个陷阱而不自觉 当年后学在学到之前 确实有一贯特殊的境遇 老母跟后学讲 那时候我还没求到 他说十八支主线 是为了半道方便 他哭习连一贯道是什么都不知道 十八支主线是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都是为了半道方便 不应该分彼此 后来分是因为不得已 因为观考要保护才分 分而不分嘛 我们彼此还是要心连心的 何止十八支不分啊 一贯道不分 你各教真正在学的人 有得分吗 不都是产阳唯一的真理吗 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吗 透过不同的一个教化 都是导引我们回归到真如嘛 目的都是这样子啊 可是我们被那个法 被那个教化 被那个像给迷住了 我们分了 一贯道十八支主线 不一样 一个主线有不同的老前人 不一样 老前下面有不同的点传师 不一样 同样的点传师 还有你那一派 我这一党 好好的一个道场 弄成这个样子 古德讲 您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你没事在外面 拿一根棍子 去搅弄那个河水 丢石头 丢到大海里面 你要浪费生命 那是你家的事情 可是在佛堂里面 灌输错误的里面 去助长道卿 人我之间的分别 那个叫破和和生 五大逆罪 恐怕造的福还抵不过那个过了 那是五大逆罪啊 这愚痴啊 那看到其他的人做错了 要有悲悯之心 要赞叹自己 然后悲悯别人 感谢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修行路上 因为前辈子 同修倒伴的相互扶持 我没有走偏 他们真的好可惜 他们得的跟我得的一样 但是他的外缘没有我好 所以他偏了 他错了 希望他有一天碰到善缘 他也回头是岸 面对别人的不好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而不是那种 哎呀 你看看他 乐见人不好 这哪是菩萨心啊 这不就凡夫吗 瓦尔也是凡夫啊 但是瓦尔不会这样子啊 瓦尔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受伤 他都会什么 他都会想要表达他的关怀 你看那个小孩子 任何人他看到你在哭 他哗哗 看到你哭 我跟你 他跟你摸一摸 跟你吹吹气 为什么 因为他从他的长辈身上 学到了这个动作 我们也学过啊 我们也做过啊 但是曾几何时 我们在道场参与的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良心没有复现 反而连一个瓦尔都不如 这个就是分别性 所以为什么诸佛如来 在经典里面一直叫我们要离开能根所 凡夫地的能所离开了 才能够进入四圣法界的 阿罗汉的果位 才具足了跳出三界轮回的一个条件 最基础条件 然后再离开阿罗汉的能根所 把第八世阿赖 爷里面的剑分项兄去掉 你才真正的回归到 使法界的最顶端 当你一旦成佛以后 你也不是认为自己在 使法界的顶端 而是你了解 何来使法界 也无非都是一真法界的一个幻现而已 所以憨山大师这句话真的很好 他说讲道容易体道难 杂念不出总是闲 闲就是白费功夫 你读了三藏十二部经 你做尽了天下所有的好事 但是到头来 与自己心里的杂念 完完全全不能淡化 不能够扫除 总是闲啊 浪费时间啊 那所做的呢 也无非是往外利人的 如同坊间的人 照桥铺路精寡拔困 凡所有我们做的好 上天不会抿除我们 来生就在遇见 做一个有钱人 做一个聪明人 然后终究是六道轮回没有出啊 这要抿除杂念 他的方法也简单 我们所想的都没有离开世俗间的事情 世事成老 常挂爱 深山静坐也枉然啊 你要去哪里闭关 你走到哪里 你的心都到哪里 各位情仙 你从你的家来到戴德 你的心要跟你的身和为一的 我仍来到戴德 我的心还在我的家 厨房的火关了没有啊 中午先生吃什么啊 他会不会凉到啊 世事成老常挂爱 那你们坐在哪儿都一样啊 不会因为你现在 人在佛堂坐 这个先佛仪就保你将来成先佛 未必 佛堂的椅子叫做先佛仪 但是前提哦 再要泡茶聊是非 那不叫先佛仪 那个将来那张椅子 你就知道 把你推到三后道去 我们如果研究道理 我们切磋心性 他就是先佛仪 所以文师修三会的正解 就是离开能锁啦 好 文会师会 我看了 我听了 我离开能锁 然后我在意念善法 思维善法 可是我不把这个意念善法 常常耿耿于怀 那个就是往后面 他这个修会就是 把最后我们一切 所有修的一个境界 你也把它放下 你看这一段经文 跟我们在读清静经 有一段老子所说的 远观其物物无其物 有没有 三者即无 无无亦无 他一模一样的层次啊 所以圣人的东西 殊途同归 万变不离其中啊 切磨在圣人所创的 教派的名像上面 去大作文章 而起了门户之间 那就成了傻瓜一个了 这就是正确的文师修 我们能够合于其中的标准 我们在因地起修 我所听的 我所思维的 我所修的 他都合于空会 因为他离开了分别对待 所以我们如果读过了四十二章经 将来有机会在戴德会说这部经 四十二章经里面有一段经文 释迦牟尼佛说 言无言言 念无念念 行无行行 修无修修 会者进而 弥者远呼啊 跟那段经文一模一样 所以在道场里面 三师最容易做的就是讲师 你到底是不断地在抽丝剥茧 往核心去悟吗 你悟到里面的时候 所有东西一旦贯通了 他信手拈来 都没有离开圣人之教 可是煮饭的 扫地的不一样 每一个班级要重新做 他不能今年做好 到了年底还是这一餐 冷冻故意出来 不可能的 那这一段经文就是 我们在读 弥勒菩萨本愿经的时候 里面所讲的行舍 把所有我们修的 做的 心性在往前迈进 你不要停留在原地 不要常常回头看 我做了什么 我做 检讨自己的过错 你要记得 自己承受的 利人的好 就把它放下 那个交给老天去记 那还比较不会有疏漏 所以经文都是 内容探讨的 最后的境界就是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那才是真正的 进入到我们的空会 我做了 台湾